Lun Sang 陪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阿弥陀佛 我想我们就像一个幸福的小baby一样 被诸佛菩萨拥抱着 在一个怎么庄严 特别赶马巴尊者 创古伦伯切 历代祖师的加持 所以能够坐在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坐在这个地方 就像各位住在温哥华 也不能光享受 这些美的风景 气候 住的房子 当然这个有福报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福报 就是你能够听闻佛法 然后把佛法用在自己的身心 也把佛法用在你所爱的人身上 乃至世界 那既然佛法这么重要 那佛法的精髓是什么 那我们要去抓到 就像中国的弥勒菩萨 显示的胖胖胖胖的 那有一次有一位法师 叫法福法师 碰到当时候的 视线胖胖的弥勒菩萨的时候 弥勒菩萨提一个带子 各位都知道 一个带子 那法福法师就问 那请问大师 那佛教的主要是什么 然后弥勒菩萨就 哈哈把带子放下来 然后法师又问 那大师 那佛教的修行的精髓 最重要的是什么 那弥勒菩萨又把带子拿起来 扛在肩上 哈哈哈哈走掉了 然后法福法师就开悟了 那当然这里面 写的就是说 弥勒菩萨这个带子放下 代表一种断烦恼 正空性 一切都不要执着 那佛教的精髓呢 又把它扛起来 所有众生的烦恼 痛苦 你要扛在肩上 去帮助他们 这是慈悲 所以 我想任何传承 目的 目的都在教我们 空性 大悲心 菩提心 所以一个有责任承担的悲心 那就叫菩提心 因为你要帮助所有母亲众生 离苦得乐 有这个悲心愿力 那你就一定要 成佛了 那为了要成佛 那你要有空性 放下 那这个放下 不是放弃 我什么都不要做了 是在 深信因果 每天供养诸佛 每天忏悔 每天想办法去帮助众生 祝念 扫地 在深信因果的行为里面 乃至在 五着二四去 不舍弃众生的里面 去体悟 空性 当然我们 改举叫大手印 那这个空性 曾经有一位上师这么解释 大手印 就是你什么东西都做得很好 但是 你又能够超越一切 就像观音菩萨的手 牵手 那是一种大慈大悲 去接触众生 去做很多事情 还有所有的法器 但是每一只手里面 都有一颗眼睛 所以 能够了解 一切万法的平等 不但平等 又能够帮助一切 所以我想 这就是我们 生命的意义 所以 每个人都要追求 生命的最高点 那生命的最高点就是 成佛 能够帮助众生 所以我今天 他们定的题目叫 菩萨道 的故事 所以一个人发起了 愿 利益众生 而成佛的修行的过程 那这都是 菩萨道 那 特别我们讲 菩萨道 或是菩萨的行为 那更重要的是 如何在 生活上 社会上去 实修 就像 弥勒菩萨 视线 成胖弥勒的时候 他不是去讲经说法 他不是 所以影响 老百姓这么深 他是用他的行动 就像 寄功佛佛 他是深入民间的行动 就像 观世音菩萨 在苦难里面 自己受苦受难 去感动我们 所以 对我们来讲 他是受苦受难 对观音菩萨来讲 是观自在 因为你没有在 受苦受难 怎么知道你有空性 你没有分别 如果在顺境里面 你就不太容易 断除我慢 我直 就像天人 是在顺境 顺境 顺境里面 然后 他就会 保护自己 甚至一个骄傲 甚至 批评别人 好争 好斗 所以当一个人有福报 却还有我直的时候 那就是天道 阿修罗道 那 这一点就要小心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各位能够 百迁 各种方法 一到温哥华来 这叫有福报 但是 如果你有这个福报 却 自己觉得 我过得不错 甚至 在心理上 有一点分别 喜欢比赛 那就叫阿修罗道 所以 当然 在这个时候 那我们就要 掌握到 所以在这种环境里面 我们要修的是什么 所以释迦牟尼佛道 一成佛 就到天道 去讲 华严经 或是说 各位 比较熟的 地藏菩萨 本愿经 就是要告诉 天道的 还是世间的 这些大神明 要了解 夜暴轮回的 恐怖 不能现在 享受安乐 进一步 利用这个福报 发起 孝顺心 平等心 慈悲心 菩提心 这样呢 才能够 自立 又能够力达 自己不会堕落轮回 而且可以 真实帮助众生 所以一个条件 越好的人 更要同情条件 比你不好的人 就像我常讲一句话 爸爸妈妈没饭吃 我们不敢吃饭 爸爸妈妈没冷气吹 我们不敢买冷气 如果我们自己买了冷气 吃了饭很快乐 而忘了 其他的生命在受苦 那我们就已经 失去悲心了 也失去孝顺了 所以 当然在佛教 虽然人往高处 都想要去 得到好的 但是 不能舍弃 那是我们当初 在苦的时候的状态 是什么 所以大乘的经典 讲了一个重要 修菩萨道 如果要消除魔障 所以这个菩萨道 最大的障碍 你要消除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念一下 不舍弃众生 第二个 常思为空性 所以不舍弃众生 是一种慈悲心的承担 就像我们 故意在前面 每天他们都放 往生排位 堕胎胎儿 还给他供养 布施食物 当然这只是一个表法 但是至少 一直想了他们的苦 所以各位有空 应该多去非洲 印度 山区里面比较可怜的 去接近他们 礼拜六礼拜天 有空 不能光跑佛堂 念佛 持咒 上午再念佛持咒 笑去老人厌辜而已 去海边 去浮沐区 免得自己 一直在追求佛法 然后却离开了众神 那这样就琢磨了 菩萨道就有障碍了 第二个 常思为空性 我们金刚经说 因无所助 念家一心顶礼 虚云老法师 虚云和尚 各位都知道 所以虚云老法师 是最标准的 菩提心禅 所以 安住在空性 但是行动上 为整个佛教 才奉献 牺牲 活到一百二十多岁 那所以各位 常思为空性 你才不会 着相 这个是金刚秤 最重要的 空性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 可以说比较重 大悲心的行为 那藏传佛教 以这个做基本 要不离开菩提心 那要圆满菩提心 最重要的 那是要 思为空性 当然 所谓菩提心 大悲心 都要以前面 最重要的 来修行 念一下 出离心 所以各位 对世间的一切 你要放下 你要知道 你一沾到他 就很痛苦 有钱也苦 没钱也苦 男人也苦 女人也苦 那你只要爱上 这个世间 一个什么东西 你就苦 为什么 世间的一切 永恒的 都是这样 念一下 变化无常 无法主宰 有受皆苦 你只要去追求 最后都是苦 因为一切都是 变化无常 一切都是空无自信 那你想要去抓住他 就苦 这以出离心做基础 当然 讲到出离心 还有一个基础 就是什么 念一下 深信因果 那这是起码的福报 人天福报 当然 我认为讲后面 这个出离心 大胚心 菩提心 空性 这个在这个末法时代 有一点困难 但是我们至少 前面的 深信因果 要持戒 要布施 这个要把它做好 在家庭上 各位有家庭 一定要 孝顺父母长辈 尊敬师长 爱护家庭 这个要做好 假设你已经结婚了 你跟你先生 移民到温哥华来 但是永远永远 不要忘了 孝顺家里的爸爸妈妈 或是你先生的公公婆婆 或是你的岳父岳母 这永远要放在心里 十四个个找机会 去让他们快乐 这是个基本 进一步的 各位一定要 很认真的 要超度祖先 妻子父母 这个要很认真 所以中国佛教 有一位廉慈大师 他出家前三年 人家说 你为什么修行 他把祖先牌位 挂在这边 三年 为往生父母祖先 在精进 跟虚云老法师一样 虽然他是个大禅师 他为了报母亲的恩 朝四大名山 朝五台山 拜设立等等 很多的祖师大德 菩萨道的故事 都有这样的视线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我要特别先讲一个 我很喜欢讲的 这一位祖师的故事 来升起佛教的一个基本 那有一位 各位听过了 段祭师 三 黄波禅师 那黄波禅师 他的父亲早死 妈妈 很认真 学佛 拜佛 也希望儿子能够学佛 拜佛 甚至出家 这是一个很好的妈妈的心态 但是黄波终于体悟了佛法 决心要出家了 妈妈一方面很快乐 一方面又放不下 舍不下 各位这个叫修行 妈妈很爱儿子 希望他出家 但是他真要出家了 心里就很痛了 但是黄波还是去出家了 那一出家以后 妈妈一个人 虽然隔壁有一些亲戚朋友 但是妈妈每天就哭 正常的 因为想到儿子不在身边 怕他又出家受苦 很担心 就一直哭哭哭 结果哭到后来眼睛都吓掉了 但是断济禅师黄波 他也很认真的 他知道妈妈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他每天都很精进的修行 在山上 特别在中南山 所以后来听说家乡 开始办共生法会 古时候的共生 那么除了供养 然后按照南传佛教 现在还有这个习惯 替出家人洗脚 洗脚 那那个时候 黄波禅师的老母亲 那时候黄波已经出家 将近三十年了 妈妈都老了 他没有看过他儿子 因为儿子都没回家 那也不是黄波禅师 不看他妈妈 他知道他妈妈 就是很执着他 一看到他 又让他陷入这个情的苦 只是他妈妈后来瞎了 黄波禅师都知道 那个时候他才会来看他 但是他不让他妈妈认出来 他要的是给他妈妈法 佛法 这才是对妈妈最重要的 所以修行的心态 各位有时候是 你明明这么爱 你的妈妈 或是你的儿子 但是你不能跟他谈这个事情 既然爱他 你要给他最殊胜的佛法 帮助他 这才是最重要 这个就是修行的心态 不舍弃众生 就安住空性的 去对他慈悲 那他的妈妈就知道 哎呀 我的儿子出家了 然后这么久了 几十年了 现在共生 我儿子应该也会来 所以他就赶快 拿一个大水盆 每个出家人 他都要求给他洗脚 为什么 因为黄波禅师的一只脚上面 有一个字 他妈妈知道 所以他洗脚的时候 就很注意摸摸摸 每一个师父的脚 黄波禅师也知道 他也会到他妈妈面前 然后脚给他洗 一只脚 他不给他右脚 只给左脚 然后他就利用洗的时候 事实上他经常来看他妈妈 他妈妈不知道而已 然后他妈妈给他洗脚 他就一直跟他的妈妈说话 那是声音变了 所以他妈妈不知道 是儿子在给他洗脚 那儿子就讲出妈妈相应的法 一次 两次 三次 他妈妈终于慢慢慢慢开悟了 但是你不能相认 相认他妈妈又掉下去了 后来最后一次 那么说完法 出家人要过江 回山上了 那个时候有一个亲戚朋友 认出来 哎呀 这个儿子就是他 出家二三十年了 他居然没有 跟他妈妈认 他知道他跟他妈妈说法 但他忍不住 然后他就 过来跟这个老菩萨说 哎呀老菩萨 你的儿子不是没回来看你 我终于认出来了 好几次 每次都给你洗一只脚的那一个 他不让你洗另外一只脚 他说他脚的那个是在骗你的 但是 看得出来他对你很好 他就是要跟你说法 哇 他妈妈一听啊 发疯一样 那船已经开走了 所以这个老菩萨就追着往河边跑 但他眼睛瞎掉 结果怎么样 当然知道 就到河里面淹死了 结果淹死以后 所有人都跳出来 甚至他亲戚朋友就指到船上 黄婆黄婆 你妈妈眼睛瞎掉 为了追你瞎掉 死了你还走 结果那时候 船长故意把船开回来 所以亲戚朋友上到船上去 就把黄婆抓下来 要打他 结果黄婆产生说 我出家 既然你都知道 我都有回来 但是我就怕我妈妈认上我 就听不了我的佛法 我没有不孝顺他 你们要打我 等一下好了 所以我来替我妈妈办佛事 超度他 所以以前就在河边摆木材 跟印度人一样 然后呢 妈妈的尸体放在这边 黄婆禅师呢 就讲了一句话 大家念一下来 一子出家 九玄七祖进升天 若不如此 诸佛妄言 黄婆禅师这么认真的出家 这是为了父母祖先 所以如果父母祖先 不能因为我这样认真出家 修行而离苦 那不是佛在骗人吗 然后就放火烧了 然后他就在那边认真的念经 结果佛一时候念经 他妈妈陷在天上 变成天人放光 还顶礼了黄婆禅师 那个时候大家才知道 原来他不是不孝 因为他妈妈一次两次 他这样给他说法 透过帮他洗脚 又把他所有功德供养妈妈 然后终于他妈妈因缘成熟了 所以离苦了 所以我讲这个菩萨道的故事 是告诉各位 因为修行人 永远都是在这种 极度挣扎的心态 不忍心跟妈妈相认 免得他又堕落了轮回的情绪 但是呢 要把握一点一丝的机会 来在他的内心里面 让他一层一层的走路 究竟的活法 这个叫什么 不舍弃众生 不舍弃母亲 却安住思维的空性 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讲 菩提心的根本 空性 大悲性 这两个要连结在一起 欧妈尼被命后 卑至双云 那你既然讲了 所谓的菩提心 你就不能不把众生当母亲 所以 就像一个三十年 没看到儿子的妈妈 就看到儿子一定先哭 她控制不了 然后就抱了 对不对 但是这样 没有实质的意义 所以阿弥陀佛说 她是众生的母亲 母亲随时在想我们 如母义子 但是希望我们也能够 去想阿弥陀佛的功德心态 庄严 那这个叫念佛的心 念佛的心 所以念佛的心 也要去念 佛怎么念众生的 佛把众生都当做亲自的母亲 又不能跟她相认 但是呢 想尽办法 要去引导 让她走入解脱的空性 就像释迦牟尼佛 她的妈妈 在佛陀出生七天 她妈妈就往生了 那当然有人会问说 为什么佛陀会 会找一个七天 生下的七天 就死的母亲呢 那佛陀就说了 如果我将来长大 要出家 那个百千万劫 爱我的妈妈 心脏会裂开 裂开而死 所以我必须选择 在母亲的 生下的七天 她已经脱离世间 这样才不会让母亲受苦 但是因为母亲 生她的功德 让她就往生脱离天了 所以 等佛陀要入涅槃呢 我们九月份 就在天天庆祝 佛陀从天上下来 所以九月二十二号当天 二十二号当天 大百千万倍功德 所以农历九月份 我们叫什么来 报恩月 所以各位 这个九月份 一直要意念的 现世的爸爸妈妈 累世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师父也常跟我讲 你九月份碰到了 都做过你爸爸妈妈 或是你的儿女 这个就是因缘 所以你要用这个心 去练习 练习到你自己很习惯 所以刚马八尊者 常讲一句话 我很喜欢 那叫母子相遇 这个叫空性 你看到众生 都是自己的母亲儿女一样 但是为什么叫空性 如果你只看到对方 是母亲儿女 而想要去拥抱他 那你又落入轮回 所以你必须在 不离开大悲心里面 去对台对方 而又不能执着过去 所以要这样的 善师如母众 难忍无量苦 因为想到母亲 想到儿子 想到过去的亲人 只关心他 他们在轮回 当然了 就像我以前要出家 我过去的同修问我 既然你说你 你爱我 我还跟他讲 我用生命爱你 他听了最高兴 但是为什么你要离开我 这个就是世俗的爱 跟真理的爱 就差在这个地方 世俗的爱就是抓住你 真理的爱要让你 就近涅槃 往生净土 成佛 所以 但是这些真理的爱 不能够离开世俗的爱 如果你离开了世俗的爱 不过来 都想帮你 我还不过来 我只能帮你 不过来 我只能帮你 我只能帮你 我只能帮你